大家好,我是三秒斜桃桃上岗 这前两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那你,竟然有人敢去起诉普京大帝 这普京大帝多么的威武啊 下可下海钓鱼 终可骑狗熊 撩妹子尚可开轰炸机 这么前几天还窜访克里米啊 显得很有精神 结果被人起诉了 哪个这么大胆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 起诉普京 还有俄罗斯的一位女官员 起诉的罪名是什么呢 他们涉嫌要对乌克兰的上万名儿童 被非法转移到俄罗斯 这件事情 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对不对 你要说起来 这就是涉嫌对儿童的犯罪 这已经侵犯了基本的人权 对不对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有多少的儿童 在赫尔松 在马里乌波尔 在每一个俄国人占领的村镇 这些儿童 包括在克里米亚 在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这些地方 很多儿童都被俄国人打着保护的名义 给迁到了什么克罗斯达尔边疆地区 库尔斯克地区 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号称为这些儿童找到了安置家庭 俄国人说的所有所有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那就是nothing but bullshit 对不对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种事情还有人去信吗 对吧 那儿童联合国儿童保护公园是怎么说的 对不对 你儿童强行被从监护人这里夺走 这意味着什么 谁让他们这么干的 这可能是占领军的行为吗 这绝对是不可能 这是俄罗斯的政府和民事行为 他们谁这么做的 就是那个女官员 谁给他下的授权 或者说 谁看着俄罗斯政府这么做的时候 而没有横加干涉呢 当然是大帝 当然是普京 对不对 那么总统大人 大帝啊 您这被起诉 实在是这个事出有因 对不对 所以啊 他这边去克里米亚窜访的时候 那边就收到了这个起诉 当然很多黄俄孝子们会说 这起诉有什么用 这俄罗斯威武凶壮 根本就不怕起诉 你敢起诉 我们可是有世界第二军 我们可是有核武器 哎 您别急 这个俄罗斯现在能够保护普京总统的安全 不代表以后能保护普京总统的安全 此期一也 第二 目前普京在俄罗斯是安全的 这也不代表着他在其他国家是安全的 您想一想 如果他要再去阿拉木图 再去安卡拉参加会议的时候 这如果这埃尔多安 这埃苏丹 反手一个爆衰 就把这普京给弄到地上 然后呢 把他给捆去海牙 怎么办呢 对不对 虽然这普京是练过跆拳道 但是埃苏丹完全可以学康熙秦敖那一手啊 对吧 那 就这样 所以说这位普大帝啊 将来想出国访问 哪怕访问他的友好邻邦 包括卢老爹的白俄罗斯 包括这个三胖的朝鲜 包括朝鲜西边那个神龙罗啊 都要掂量掂量了 他去别的国家访问 那是想都不要想 可能瞬间就被扭送海牙 当然这件事情对于普京来说可能也算是个不幸中的万幸 何也 海牙没有死刑的 对不对 他如果去了海牙之后 理论上讲可以在监狱里面混吃等死 对不对 而在国内 那普京一旦被起诉 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整个的领导层的态度跟一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您还记得吗 战争刚爆发的时候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普京内视什么态度 第三下次打电话给总统说 那个我们来聊一聊乌克兰的事情吧 请您停止战争吧 包括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一而再三而三的呼吁说 请普京先生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 那个时候国际社会上还有人去跪着求普京 到了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还有谁去跪着求普京 当然我说的是主流社会 不包括每一次都弃权的某个负责任的大国 也不包括俄罗斯的那几个小兄弟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几个人去求普京 而我们说普京这样的一个统治阶层 他在国际上搞的一件事情上讹诈 他讹诈换来的是西方的绥靖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计谋是可以得什么 现在西方都不怕他了 主流社会都不怕他了 他们再讹诈也是无所用的 虽然他可以在国内说 我们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仍然禁止良好 但是当国际上开始不怕他了 当国际上开始对他的这个暴行 表现出愤怒愤态 强烈反击的时候 那么他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 我之前早就说过 在2022年3月份布查事件发生之后 他的失败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乌克兰这边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的表态是什么呢 这只是个开始 普京他在乌克兰做的很多的事情啊 犯下的反人类罪 不只是把儿童带走这一项 布查大屠杀算什么呢 在乌克兰东部的大屠杀算什么呢 在赫尔松的大屠杀又算什么呢 除了这些之外 俄罗斯的那些暴兵 他们赠兵截略乌克兰民众的这些财产 俄罗斯的所谓的空天军 他们拿着巡航导弹去炸乌克兰的复产医院和幼儿园 这些事情您说普京没责任吗 有人说哎呀 这也不是大帝啊 这个他有意的 这个大帝心词手软嘛 对不对 或者说这个大帝也不知道啊 您知道松井石根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那会儿 是有朋友在我的节目底下补充 说松井石根啊 当时是因病在南京攻略的时候 没有侵赴前线 对不对 南京大屠杀一开始是第十六师团 然后是第六师团 但是你作为第六师团的师团长 你没有去约束你的部下 你也是有罪了 所以松井石根到最后也还是结局一根绳嘛 对不对 可能普京如果真去了海牙 可能结局不是一根绳 但是他如果留在国内 这个就难说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犯下的这种罪过太多 而且一桩桩一件件都被罢了出来 再加上最近你看到没有 荣耀贵于乌克兰的那位勇士 被俄罗斯给虐杀了 全部的反人类的罪行 俄国的这些士兵们 俄国的这些媒体们 俄国的这些领导们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这个国家已经被从人类文明上开除了 拜登总统不是说过吗 如果俄国敢用核武器 他现在就是一个贱民国家 那么现在俄国离贱民国家已经不远了 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起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进行起诉 那谁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呢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俄罗斯这个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所谓的主导者之一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他的地位正在逐渐丧失 所以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历史的发生 对不对 那么对于普京来说 俄罗斯是不允许一个失败的统治者 之前我做过一点微小的贡献 聊过一个这样的话题 就是也是俄罗斯当年沙皇末期有过一个黑色白人团 他们反对尼古拉二世反对的最为强烈 为什么呢 我们强烈支持沙皇制度 保皇党啊 但是我们不允许尼古拉二世这么一个白痴坐在沙皇的位置上 所以当1917年2月来临的时候 1917年2月末3月初的时候 黑色保皇党 黑色白人团 这些保皇党们是推倒这个尼古拉二世 非常非常坚决的一股力量 那么当普京这个人这个统治集团被制裁 俄罗斯这个国家是被这个统治集团牢牢的绑架住了 如果这个统治集团不倒 俄罗斯就要完蛋的时候 他和俄罗斯的这些历史上会怎么样 有人说 那这个一个领导人在俄罗斯手握着核按钮 难道还能怎么着不成 核按钮这件事情跟刑警是两回事 怎么着 敢对刑警去发核弹码 这个不太可能 对不对 您看看南斯拉夫的前总统米洛舍维奇 前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舍维奇 人家卸任之后在塞尔维亚住的好好的 已经没有前南斯拉夫了 对不对 在塞尔维亚住的好好的 但是先以国内的罪行逮捕了他 是2001年4月份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说这个国内的罪行逮捕之后 这个尼洛舍维奇可以被引渡到海牙 反正如果俄罗斯内部真的有人想去把普京扳倒之后 把他弄到海牙的话 办法可以是很多 但是对于普京来说 去海牙可能是众多结局里面还算不错的一个结局 那有没有更坏的结局 那就是被直接推翻之后 我想想尼古拉二世是一个什么结局 他们的全家是一个什么结局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俄国的大国地位从今天开始正在逐渐丧失 对不对 这个用丘吉尔的话说 这个不是开始的结束 而是结束的开始 俄国的大国地位正在结束 你说这大国地位怎么结束的 对吧 说起来之前就这几天跟一个写历史的一个家伙 就三观不合 带怼 为什么呢 他会觉得国际政治哪有什么道义 都是利益和交换 你看看 好像俄国也是这么想的吧 好像俄国也是觉得 我用我的天然气跟石油 我拿利益给你们交换 堵入你们的嘴 你们该满意了吧 看看 这就是不讲道义的下场 回头国际政治要不要道义 咱们回头专做一起啊 但是这个 这就是现实报 对不对 这普京啊 这句话可能不是他说的 但是别人说的时候 他很满意说 给我二十年 给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现在这俄罗斯没有强大 而且就算是他再怎么看起来强大 他也是已经是一个贱民国家了 何也啊 你不讲道义 你已经被开除出文明国家的行列了 以后谁还敢跟你们这样的统治建签打架刀 以后谁还敢跟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大交道 至少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悠着点的 那这件事情即使眼下不能够对于这个普京进行这个逮捕 就像这个荷兰不能对斯特利尔科夫基尔金进行逮捕一样 但是这个事情是表明了一个国际上的态度 所以你看荷兰支持乌克兰如此之积极 而这件事情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对吧 那个对于大帝来说 最好的结局也就是海牙了 这就注定这位啊 不太可能善终 除非就是啊 那个操劳过度啊 像那个二胖一样死在工作岗位上 除了这种可能以外 他善动中的可能性是不太大了 这也真的是一种循环吧 行 今儿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